我们来先读一段圣经 先读一段圣经 这里是在这个 《猎王记下》第十九章 第1节到第20到第30节 从第1节我们请佩军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大家要好好听这一段圣经 因为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要告诉大家 好的 《猎王记下》十九章 西西家王听见 就撕裂衣服 披上麻衣 进了耶和华的殿 史家在伊利亚境和书记 摄伯纳 并祭司中的长老 都披上麻布 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 以赛亚 对他说 西西家如此说 今日是极难 责罚凌辱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要生产 婴孩却没有力气生产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 拉伯沙基的一切话 就是他主人亚树王 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 就发斥责 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 西西家王的成仆就去见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 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树王的仆人 亵游我的话 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 也他要听见风声 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 倒在刀下 拉伯沙基回去 正遇见亚树王攻打利拿 原来他早听见亚树王 去见西西家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 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你总听说亚树诸王 向列国所行的 乃是进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 哥赛 哈兰 利瑟 和属 提拉萨的 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 何曾拯救这些国呢 哈马的王 雅尔 拔的王 西法瓦 英臣的王 西拿和 以寡的王 都在那里呢 西西家从使者手里 接过书信来 看完了 就上耶和华的殿 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坐在二基路 博上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你是天下万国的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 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 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 激励打发 使者来辱骂 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 亚树主王果然使 列国和列国之地 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 都扔在火里 因为他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 亚树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独你 耶和华是神 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就打发人 去见西西家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你既然求我攻击 亚树王 西华 以色列的神 你既然求我攻击 亚树王 西拿基利 我已听见了 耶和华论他这样说 邪安的处女 藐视你 吃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 向你摇头 你入骂谁 亵渎谁 扬起身来 高举眼目 攻击谁呢 乃是攻击 以色列的圣者 你借你的使者 入骂主 并说 我率领许多的 战车上山顶 到立巴嫩 极深之处 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薄树 和家美的松树 我必上极高之处 进入肥田的树林 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 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盒 耶和华说 我早先所做的 古石所立的 就是现在借你使兼顾成荒废 便为乱堆 这是你岂没有听见吗 所以其中的居民 力量甚小 金黄羞愧 他们像野草 像青菜 如房顶上的草 又如未长成 而枯干的河捆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 又因你狂傲的话 达到我耳中 我就要用钩子 勾上你的鼻子 把脚环放在你口里 使你从你来的路 转回去 以色列人啊 我赐你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 余生的人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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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腿经老师 这一段比较长 那么当时你们在看的时候 这个也是 你要记得这个神有所说话的时候 我这个查经的时候 我讲到 尤其在这个启示性的话语里面 他的这个有作是有压运的 有比喻的 压运比喻的 所以说 这个所以在证言里面 第一章是我们明了什么样 这个智慧人的言语 是我们明了智慧的言语 后后后后后后后 主现在有一波的恩膏要赐下来 要把智慧和知识和聪明要赐下来 那个圣灵的恩膏 后后后后后 谢谢谢谢谢谢谢 大家来领受领受领受 嘿嘿嘿嘿 主说呢 我都以聪明的这个这个 弟弟以智慧定天 因此呢 我要将聪明智慧 浇干我的百姓 使我的百姓 在末后的日子 站立得住 我主说孩子 虽然征战越来越大 但是我的恩典也越来越多 后后后谢谢谢 我岂不是在圣经里面提过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干 翻有血气的 就是我的百姓 嘿嘿 说后吧哈达 撒哈达 受系嘿啦 谢谢谢谢 使你们拘头不拘尾 说后吧哈达 在敌人没有动作以前 我就先向我的先知述说 先向我的心腹来提出 后后后 好使我的百姓 能够知道 如何在末后的日子 站立得住 我今天要讲的这些信息 主持孩子 就是要你们预备自己 在我的面前 不管敌人如何的猖狂 我必与你们同在 直到时间的末了 我也必拔出 这个少装狮子的大牙 拔掉这个毒蛇的 这个毒蛇 也必使仇敌 要降服在我的面前 因为我才是万骏之一 好啊 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神赞美神 而今天所讲的 题目是什么呢 神要折断亚述人的杖 神要折断亚述人的杖 那么你看这个 这个猎王记下的时候呢 你看了这一章的 这是讲的什么 这是讲的西西家 这个王听见 那听见什么呢 就是当时呢 这个亚述的大军呢 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的面前 甚至说呢 我这个大军来到你面前 我给你两千匹马呢 看你有没有足够的人 可以骑上这个战马 那么这个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给你 你连两千个骑兵都没有 我给你两千匹空的马 叫你看看有没有足够的人 坐在这个马上 那么那个当时的亚述帝国 是极其强盛的帝国 而且呢 这个亚述人呢 是非常的这个残酷的 非常残酷的 那么以前我讲过呢 但我们在考古的 这个有这个历史的书呢 在记载 当时的亚述帝国呢 他们打下了一个国家之后 就把这个国家的百姓呢 君王的通通努掠 那么掠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这个他是常常把这个铁的甲子 或是一个铁环 把它扣在人的锁骨里面 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就这样带着他们走 那么这个扣在锁骨里面呢 你像这个肉啊被穿过去 那么在这个中东那种是沙漠地 又是非常炎热的天气 这个人的身体一定会发烧 人的这个受伤的地方会溃烂 那么很多人呢 走的一半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就死在半路上 那么他就把这个铁环呢 从他的手骨里面拿下来 那么活着呢 能够走到这个亚述帝国呢 就把他卖为奴隶 因为这些人够强壮 你想想看 这种方法是多么的残酷 多么的残酷 那么神呢 也曾拆派狮子到他们中间 咬这个咬死许多人 而这个圣经上有记载 那么在这个考古学里面呢 曾经找到的一片 这个亚述的这个 这个宫殿的残骸 在上面就看了一些壁画 而这个壁画是什么呢 不是画 它是用石头雕出来的 就看到这个亚述的国王呢 在这个战车上 就是马拉的这个战车 用弓箭来射杀这个狮子 就是就这个 他后来这个考古学 就在圣经里面查 就查到了这句话 因为亚述的狂傲呢 神就拆派了狮子 到他们中间咬死了许多人 那么所以说呢 因此呢 你看这个动物通常呢 它不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挤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就有狮子的群呢 就去攻击亚述 那么你看呢 那么在这里是讲了什么呢 那亚述的帝国呢 这个征战的 这个训练的士兵 也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它为什么这个征战呢 都是这个 把很多国家都通消灭 而且呢 上来的人数呢 是非常的众多 那么所以说 在这个因此的这个时候呢 这个西西加王呢 听到这个 这个亚述 所派来这个大将的将领的 在城门口 跟他们所讲的这种 这个话呢 就是说 你看看 哪一个国可以救 他们自己脱离 我的 这个王的手中 脱离王的手中 那么第四节呢 这个是说什么呢 这个第三节 他就是说呢 西西加就 拿到神的面前说呢 说这是 今日是极难呢 责罚 凌辱的日子 就如富人要生产的 却没有力量生产 那就好比像什么呢 我知道有时候呢 这个弟兄姊妹会经过一些 属灵的征战 好像属灵的征战的时候 好像觉得自己力不同心 好像觉得自己 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个仇敌 因为这个仇敌攻击的势力 太多太多 所以说 因此呢 好像什么样 是极难 是责罚 是凌辱的日子 好像富人要生产 但还却没有力量生产 那个表示说什么呢 你所面临的一些困难 好像大于你所能够承担的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呢 主说呢 我必不会让你们承担 所不能够承受的 我必会为你们开一条道路 所以说呢 神在这里 他有一个应许 应许是什么呢 他知道魔鬼像吼叫的狮子 遍地有种寻找可吞吃的人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神说呢 这个孩子 这个百姓 只要是艰辛的依靠我 依靠我 因此怎么样呢 我就不会让他完全被仇敌吞吃 那么第四节呢 讲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主人呢 亚述王打发他来骂 辱骂永生神的话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当仇敌 在因为我们的软弱也好 或是因为我们的罪过也好 或是他因为他的这个力量 强过你我也好 他就在地上亵渎神的名 亵渎神的名字 所以说呢 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呢 说神在这个 他引领我们呢 是为他自己的名 为他自己的名 引导我们走异路 引导我们走异路 那就表示说呢 当我们在软弱 在我们犯罪 当我们在有亏欠的时候 仇敌就会来吞吃 来攻击 来那么他攻击我们的时候 他就会亵渎我们的神 你看这个 在这个旧约里面 旧约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旧约里面就看到 这个是 这个 就讲到这个 圣经里面 就讲到这个约伯记 那么这个约伯里面 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约伯 你看撒旦这个 来到天上以后 神说 他说这个 神就说 你看这个权力 有没有比约伯更好的 那个撒旦怎么说呢 他说你在四围环绕 保护他 你这个设立了 荆棘的围墙 保护他 你若把这个围墙 给他撤掉 他就必当面弃绝你 那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你看神 这个仇敌 会向神那里挑战 你看这个 这个人的软弱犯罪的时候呢 或是说 他没有软弱犯罪 仇敌也会来攻击他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 那个 那个灾难来的时候 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承受 没有办法承受 但是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怎么样 有个出口 出口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来到神的面前 怎么说呢 就是第三节 这个西西家就跟神说呢 我这个像 急难 责罚 领弱的日子来到 就像夫人要生产 孩子又没有力量生产 那么这个 或者耶和华 你的神呢 听见 这个 拉伯杀鸡的一切话 就是他主人 亚述王 打发他来 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 你的神 听见的话 就发斥责 故此呢 求你为 圣余的名 扬身祷告 你看 当我们受 歧压的时候 当仇敌呢 紧逼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你说主啊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力不能胜 主啊 你说我现在是 打不过 你得拆派 这个天使 天军来帮助我 征战 所以因此 神将告诉我们 他说你看 走这个征战的时候 凡事要来到我的面前 将你的问题 秉承在我的面前 所以说弟兄 我们在属灵 震战的时候 固然我们要祷告 固然我们要用神 给我们的策略 谋略祷告 可是有的时候 当这个攻击 或者是震战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觉得像一个什么样 英文叫做overwhelm overwhelm的意思是什么 那就是你已经 没有办法承受了 就像一个海啸 扑过来一样 你说我再是有勇敢 征战的那一毫 是一个限度 因为我们毕竟是人 毕竟是人 那么因此 在这个时候怎么样 神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样呢 你们要怎么样 定睛站着 看着耶和华 为你们所成就的是 什么事情 成就大事 定睛观看 就是说我们 第一个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不要因为这个苦难 或是这个征战 太大的时候 就心中起到惧怕 因为惧怕人 那必陷入网络 因为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这些神说呢 你不能惧怕 不能惧怕 我也曾经碰过 征战的大大一个程度 我心中会有惧怕 后来呢 我就发觉 当我惧怕的时候 我的力量就更微小 他说在征战的日子 你心中如果短缺 胆怯就必站立不住 所以弟兄姊妹 当有惧怕 来袭击你的时候 当仇敌跟你说 你根本就不够看了 你这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我是一个灵体的东西 一个这个 我可以与上帝对抗的 一个仇敌 其实他没有办法 他在抵挡神 但是他不能对抗神 因为他永远不是神的对手 但是怎么样 他会对我们来讲 他可能像一座大山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山 我们神的山是 比仇敌那个山 要不知道高多少倍 所以在最苦难的时候 你过不去的时候 你把来到神面前说 主啊 我也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我该做了 我也做了 如今怎么样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你要来做一些事情 那么因此怎么样 当我们把这个事情 承受到神的面前 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看仇敌在欺压 一个弟兄 一个姐妹的家庭 他们家庭里面 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我也为他做了很多的祷告 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去扭转 没有看的情况有特别的扭转 因此我就来到神面前 我说主啊 你看着仇敌在欺压 这个姐妹的家庭 他已经到了这样子的程度 那么他的先生怎么样 他的儿女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因此我就来到主说 主啊 求你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们走一路 好不让仇敌得了怎么样 得了这个把柄 或是攻击他 得胜他的能力 以至于什么样 叫仇敌在那里 吃笑你的百姓 吃笑你的名 你看当这个 这个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里面犯罪 一直顶撞耶和华的时候 神最后就发了怒了 因此就跟摩西说 你让开来 要我把这些百姓 统统灭掉 我再从你的后裔 兴起一个大国 但是你看这个摩西 什么样全然尽忠 在神的家中 他却站在百姓 与神的中间 他说呢 他说如果说 你没有按照你的信使 带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 在半途中将他们杀掉 列国必吃笑你的名 是因为耶和华 没有能力带他们 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于是在半途中 就把他们统统杀了 这个不得了的 这个神是一个信使的神 神是不能随便违背 他自己约定的一个神 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信使的神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就在地上 就被成为一个 吃笑的把柄 所以说你看 这个人在祷告的时候 怎么样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说主啊 我做了我所有的 该可以做的 你所教导我的方法 我都做了 但是如今我什么 我已经到了最后的 好像精疲力尽的时候 我就来到你面前 好像主说 我就好像跟主说 主啊你要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我倒下去了 仇敌会吃笑你的名 因为他会吃笑 说那依靠耶和华的 啊哈啊哈 就会如此的倒掉 因此怎么样呢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 去抓住神的心 怎么样是抓住 神的名字 在地上 因为我们的犯罪 常常被仇敌 修辱 你看大卫在 别是吧的事情上犯罪 这个拿单就进来指着他 他就用一个 一个羊羔的比喻 说一个灵舍 只有一个小羊羔 小母羊羔 他非常喜悦 但是呢 这个富有的人 在旁边有很多的羊羔 但是却有客人来了 却把这羊羔 隔壁人的邻居羊羔 投过来宰杀吃了 所以说呢 这个大卫 还是毕竟是一个公益的人 他心中有公益 他听了这话 说这个人呢 愿他偿还四倍 结果拿单指着 说你就是那个人 他说你要是觉得 你的非兵妻妾不够 你还可以将神去要 你为什么要去怎么样 到乌利亚家 去打取他的太太 结果怎么样 大卫怎么样 就怎么样 把一袍就撕裂了 他说呢 谁已经原谅了你 说你不至于死 但是你却给仇敌 大大羞辱的机会 那么仇敌是什么仇敌呢 撒旦一定跑到天上去告 那现在我们知道天上法庭 是不是 那我向撒旦一定到上面去告 你看看你所喜爱的 那个仆人大卫 你看他现在不但犯了谋杀罪 他犯了奸淫的罪 他犯了谋杀的罪 哎呦 你叫神的脸往哪放 说弟兄姊妹 神说越在爱你的时候 越提升你 越重用你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行走在亚花眼中 看为正的路 好不给仇敌撒旦 又到天上 羞辱你爸爸的名字 羞辱你救主的名字 那天上有众天使天君 众先知 众使徒在上面 众长老在上面 啊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怎么样的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怎么向神来去 我知道在最近的 属灵的征战 神也说会有一波一波的 好像每一波的征战 都比上一波的征战更要高 但是怎么样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主说呢 你不要怕那个 只是能杀身体 你要怕杀灭的身体 又能灭你的灵魂的 弟兄姊妹 我们的命就是一条 我们的命是神 赎回来的 我们的命 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如今活的不在所 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既然是属于基督的 我们的命也是属于基督的 因为他替我们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是一个众家所书 买来的 神不会轻易就把你丢下去 不管 我们还有一个靠山 这个靠山是永远不会倒的 这个靠山是全宇宙最大的靠山 这个靠山是全宇宙的根基 这个靠山是用他的话 说出来一切事情就成就的神 这个靠山就是我们的神 他命力就力 命成就成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他跟拉扫罗说出来 拉扫罗就从坟布里面跳出来 主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正在西伯来书里面所讲的 他的话拖住了万有 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谦卑我们的自己 但我们觉得打仗已经打不过了 好像筋疲力尽 这个仇敌它是一个灵体 你是一个肉体 你一个肉体跟灵体去打 真的是不容易 他不需要睡觉 你需要睡觉 他不需要吃饭 你需要吃饭 他不需要买健保 你需要买健保 因此我们到碰到一些属灵征战的时候 我知道最近的时间 有很多的征战 但是弟兄姊妹 不要失去的那个盼望 那个盼望是从那神那里来的 这个盼望是永远不可以灭绝的 这个盼望是谁都拿不走的 这个盼望是谁都不能把它改变的 因为他的命 他就是全宇宙的根基 他不仅仅是你我的根基 他是这个宇宙的根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向神来说 主啊 我所能做的就是到这里 你接过去吧 我要倒也倒在你的手中 最近我有接到一些弟兄姊妹给我来电话 牧师啊 已经承受不了了 已经承受不了了 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 我鼓励他们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在最近的征战是很大 但是你知道吗 每一次提升来的时候 征战都会来 因为仇敌撒旦不愿意见你我往前走 他就会想尽办法来 因为撒旦其中的这个名字 其中的一个意思 办成就是抵挡神的 那么既然他要抵挡神 他抵挡不了神 他就抵挡神 要在你我身上要做成的事情 所以他就抵挡你跟我 这个征战越大 你不要只是看着征战的辛苦 你要看到后面征战得胜的奖赏 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是一个正面的神 他不是一个负面的神 所以我们看的是要看得上 从天上来的奖赏 有的一个人 有一个带导者就跟我说 哎呀 牧师你好辛苦 你好累啊 我看到你很多的征战 我说感谢赞美神 神可以用我是我的恩典 我说每次打赢的时候 神都给我 我们神做一点点事 他给我们都是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 一只虽无处可容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在好好服侍主的时候 你的家就成为一个义人的家 义人的后代必蒙福 这是神的应许 当信主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这段时间 神说我打破了同盟 砍断了铁栓 使被掳的归回 因此我们这段时间 好好为自己的家人祷告 神要使你的家回转 神要使你所爱的人回转 神要使你所爱的人回转 神要使你拦阻你 去信耶稣的人 在家里面 他要开始回转 弟兄姊妹 不要看这些人怎么样 你要看神的应许 哈雷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你要看到神的应许是在哪里 你不是看到人的表情 从来没有看 有任何一个看世界的人 可以走成功天上的路 因为神帮助我们定睛仰望神 相信他每一句话都是信实的 相信他每一句话都是信实的 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英文是讲他什么的 He is faithful Faithful的意思 Faith是讲信心 Full是全然的 他是全然的一个很有信实的一个神 他不是说一件事情 做利愿一事 他不是指的东圈往西走的 不是 他不是这样子的神 他是一个信实的神 他说是就是 他命令就立 命成就成 那弟兄姊妹 我们要好好的仰望他 但你觉得好像 众主要淹没你的时候 你的盼望仍然在他的面前 那是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神在第27节说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链路 我都知道 以你向我发链路 又以你狂傲的话 打到我耳中 我就要用钩子 钩上你的鼻子 把绝 放在你口里 使你从你来的路 转回回去 这是什么 最亚述的这个大军所发的 你跟我这个 在那里 在面前来辱骂我的名 是不是 所以说怎么说呢 这个意思说什么呢 第30节 由大家所逃脱 余胜的 人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在碰到 这个大的征战的时候 好像怎么样 我们逃脱 最终因为神的帮助 是我们逃脱了 仇敌的掌握 怎么样 我们还要往下扎根 就是你的信心 还是要有根有基的 扎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要在他的话语 跟他真理的灵里面建立自己 这一支主耶稣 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 你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 心灵和诚实 在英文里面怎么翻译呢 他是说 Worship the Lord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你们敬拜神 是要在真理和灵 圣灵的里面敬拜神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扎根是在往神里面扎根 在他的话语里面扎根 在他的圣灵的恩典 恩膏在里面扎根 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扎根 是我们长成基督长子的身量 在他的聪明 在他的智慧 在他的顺服 在他的慈爱 在他的忍耐 在他的知识 样样都是 他就是我们的标杆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神就是叫 要我来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神要折断亚述王的杖 这个亚述就像当时 在那个年代的撒旦的权势 权力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在他面前站立的住 但是神说 即使是这样 我还要折断他的杖 就是权柄和能力 所以感谢主 今天呢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件事情 当你在听这一篇道的时候 你觉得这篇道 是神今天在借着 他的仆人在跟你说这句话的 你举手 你举手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知道 神知道 神都知道我们的困境 神知道 感谢神 好 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 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 我祷告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在家里 主要是我来了你面前 我再次要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我要感谢你赞美你 你就是我的山寨 你的 我是我的高台 当仇地的水好像要漫过我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 好像仇地 要把我的盼望都拿走的时候 好像四面的环境都非常艰难的时候 我仍然要依靠你 我要将自己的案子 成名在你的面前 我必承认我的 我祖先的罪在你的面前 我必不隐瞒 因为那隐瞒罪过的 必不得亨通 因此主要求你的宝血 完全遮盖洗尽 我们这些重罪在你的面前 而不给使撒旦仇地 又在那里控告 攻击我的机口 主要我也把我的家人 我的身体 我的财物 通通放在你的面前 主 若是我在哪里有犯罪 得罪你的地方 求你指出来 好使我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 好 不使撒旦有仇地 有借口攻击 挟制我的机会 主要我把自己当作活计 放在你的面前 主要我所有的 我心里所想的 你都知道 主要求你不要使仇地 在我的身上 我的家中 我的健康 我的财物里面 在那里 亵渡你的名字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要你是一个极其 有丰盛怜悯 信实的神 你将你的儿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死在神子家上 你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 你将他赐给我们 就是要赎尽 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主啊 你若指出我的罪 我必在你面前承认 好使你的宝血 能够竭尽我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要求你把这个重恶 把它拿开来 你若不拿 主啊 你要给我足够的力量 能够承担 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 万事要互相效力 为了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此我虽然走过 这一段死因忧估的时候 看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要走多久的日子 但是我知道 万事要互相效力 这个万事 包括我认为是好的事情 也包括我认为 那是苦难的日子 都要为我效力 因为我爱你 你要是我在这里面 学习生命的功课 你将你自己儿子 长子的生命 一点一点的刻画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我仍然我要 虽然葡萄园不结果子 但是我仍然要赞美耶和华 我仍然赞美耶和华 主要我赞你是你的人 我躺下我仍然是你的人 我活在这个世上是你的人 我离开这个世上 我更是你的人 所以我和我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在这里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感谢主 赞美主 愿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每个人的家中 各个方面都得到他的荣耀 感谢赞美神 好 愿主 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好的周末 愿神成为你我的盼望跟喜乐 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喜乐的心是一百病的两药 好 今天就在这里结束 好 愿神祝福大家 再见